皮埃尔落地的旅行回忆录O.MARAK 1890年 在摩洛哥对亨利·马蒂斯和伊迪斯华顿等艺术家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蒂斯的灵感来自落地对丹吉尔、菲斯和梅克内斯旅行的描述 在来摩洛哥之前 他透过阅读落地的书来了解这个国家 皮埃尔落地的旅行回忆录O.MARAK 1890年 在摩洛哥对亨利·马蒂斯和伊迪斯华顿等艺术家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蒂斯的灵感来自落地对丹吉尔、菲斯和梅克内斯旅行的描述 在来摩洛哥之前 他透过阅读落地的书来了解这个国家 O.MARAK 1890年 在摩洛哥是皮埃尔落地 皮埃尔落地的旅行回忆录讲述了在摩洛哥经过丹吉尔 菲斯和梅基内斯长达一个月的骑马之旅 从丹吉尔到菲斯的第一次旅行是由法国大使馆陪同的 但随后落地穿着民族服装独自继续 O.MARAK是落地第一部纯粹旅行文学 该书颇具影响力 在来摩洛哥之前 马蒂斯透过阅读落地的书来了解这个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